种子的旅行 醋浆草自立传播 醋浆草是常见的野地植物 黄色的花朵受精之后会结成瘦长的果夹 果夹在成熟后会利用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 达到传播种子的目的 鬼真草动物传播 鬼真草拥有惊人的生长能力 每一个兽果上都有三到四根逆刺 所以只要人畜经过它的身边 兽果便会像魔鬼毡般 老老的年复其上成为它免费的传播工具 紫背草 锋利传播 草坪上常见的紫背草 长形的瘦果上方顶着张开的白色罐毛 好像一颗棉球 成熟之后便由罐毛带着飞行 种子因此可以飞得更久更远 椰子 水利传播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很多种类的植物 它会利用自己果实本身的福利 来帮助它达到传播的效果 比如说 我手上的这颗椰子 请看我的示范 椰子它的果实会浮在水面上 所以当我们把椰子 这样子丢在水面的时候 它就可以顺着水流 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来打到它传播的效果 西瓜动物传播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最后一种方式了 就是由动物来帮助 动物传播 像是一个西瓜 它来自利用动物来帮助传播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示范一下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示范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西瓜上面有纸的咧 你看有纸的咧 好 很多动物呢 吃了西瓜之后呢 它们就会把这些纸乱纸 那这个纸呢 就等于是动物能帮助它自己转过 但是呢 我们是优点的好公民 所以呢 我们要乖乖的打几乎 整起来 它能够知道怎么吃 小又没人 那现在就戴車主�를 这又不过 闻 nuts ב� whim两领 为开源 稍后 老板 家 不求 扶手 争